人民币汇率突然大升 现在已经接近7了 会回到今年年初的高位吗 各位 欢迎来到赵旅说事 关心汇率的朋友们都知道 过去一两个月以来 人民币的币值对美元迅速的贬值 今年年初的时候 一美元还折算个6块2 6块3人民币 前一阵子最低谷的时候 一美元能折算7块2 7块3人民币了 为什么短时间内 人民币对美元迅速贬值呢 最重要的原因 当然是美元的强势了 说实话 美元不单对人民币迅速升值 美元对日元 美元对韩币 美元对欧元 美元对英镑也都在升值 究其原因就是美联储在不断的加息 大家想想 今年年初美国联邦基准利率 大概是0到0.25% 而短短半年时间 美联储加息了375个基点 现在美国联邦的基础利率 已经达到了4% 这是一个很惊人的数字啊 已经比我国的基础利率高很多了 以往咱们知道我国是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 所以人民币率是很高的 前几年P2P横行的时候 很多机构给你开出年花12% 年花15%的利息 哎 有的投资者都觉得过低 现在呢 你到银行去 一年期存款连2%都没有 那个银行理财不保本不保息 他都不敢跟你承诺超过4% 而美国现在基础利率就4% 这个数字确实很吓人啊 你什么都不用做 你只要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 一年获4%的利润 很多上市公司辛辛苦苦一年下来 都未必能获得这么高的利息啊 而且我国现在很多银行着急忙慌的要把钱带给你 人家开出的利息才3.5%而已 所以美国这个利率实在是太高了 高到美元无比强势 高到全球资金都在流向美国 美国为什么要这么迅速的提高利率 这就是因为他要打压本国的通货膨胀 拜登上台两年以来 美国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 所以美国人只有一个办法了 那就是用加息的方式 但是现在小伙看不算是太明显 10月份的CPA指数刚刚公布啊 美国的CPA还是高达7.7% 但是不管怎么讲 或多或少算是有了一定的成效 此前大家觉得10月份可能7.9% 已经比预期低了那么0.2个百分点 而另一方面呢 美联储还能继续加息加下去吗 虽然前两天美联储说啊 12月份可能还有一波加息 但是不会再加息75个基点这么狠了 因为美国的基础利率已经够高了 再加上10月份的CPA指数 或多或少有点强啊 所以业内预测 美联储的这一轮疯狂加息 基本算是到顶了 也就是说加息结束之后 美元将变得不那么强势 所以人民币也好 其他货币也好 对美元应运在上涨 未来美联储会不会再进一步加息呢 现在可能性不大了 为什么基础利率已经4%了 你还要涨到多少 涨到5% 涨到8% 涨到10% 大家记得吧 2月底俄乌刚开打的时候 俄罗斯瞬间把基础利率提高到20% 为什么要这样 俄罗斯要应对大的通货膨胀 而对于美国这样一个发达而稳定的经济体而言 不断的提高利率 对经济绝对是有害的 现在俄国已经慢慢体现出来了 美国很多高科技大公司 推特 谷歌 微软 亚马逊 Facebook 通通在裁员 亚马逊一次性才超过一万个人 为什么 这些大公司对未来美国经济的判断不好 一方面通胀虽然降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还是维持在7% 8%的高位 而另一方面不断加息之下 美国是有可能进入到衰退的 到时候美国就同时遭遇到经济停滞 通货膨胀这个滞胀状态 所以他们要率先裁员 在面对这样一个经济困局之下 美联储再进一步加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 所以市场做出了反应 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都慢慢在贬值 所以美元对人民币可能马上又要重回到六时代了 而另一方面呢 我们以往就跟大家讲过 汇率在短期体现的是一些经济政策的调整啊 利息啊 CPI指数啊 这些数据的公布 长期看还是一个国家的基本面 过去半年多的时间 美元对全球主流货币都升值 但是相对而言呢 对人民币的升值是最小的 你看美元对日元一下子升了超过30%啊 为什么 因为我国经济还是相对强劲的 尤其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更是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美国那边中期选举算是尘埃落定了 两党的政治斗争结束了 拜登可以有时间来好好考虑美国经济了 而我国这边呢 很多城市的防疫政策正在调整 过去半年以来 全国多地的散发本土案例 使得我们的经济真是备受打击 但是随着我们对这种病毒的认知越来越加剧 我们会找到更好的方式控制它 扼杀它 用最小的经济代价来换得抗疫之上的成功 所以最新的20条公布之后 我们也发现很多城市在抗疫方面有了明显的改变 未来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既抗疫又发展经济的好路 随着我国自身内功的不断加强 我国经济基本面的不断向好 那么人民币币值的长期稳定 甚至回到6.2 6.3的高位 也是完全有可能的